你小子来得正好 老夫正愁没有对手 您这是在下什么棋呀 没下过着陆棋 你可是错过了人生至宝 坐对边去 老夫一步步教你 老夫 等你好久了 下棋 还请手下留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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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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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吓得还行 你若突进那儿 不妨去会会她 多谢老丈提点 你若突进来 你多谢老丈 你准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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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紫婿啊 你们那没事吧 收拾一下就好了 这年头 就连待在家里 都会遇到这等祸事 附近的妖魔 是不是变多了 是啊 以往妖魔盘踞在深山 最近却开始在村庄附近出没 我前几天进山打练 还被一群披郎困住 险些就交代在山上了 也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 总之 我是差点丢了小命 妖魔肆虐 自然是天灾了 王兄怎么会说是人祸呢 我也是听人说的 不久前 有一名绿衣女子 独自进山了 她进了山 就没有回来了 但是在那之后 深山里的妖魔纷纷搜到 结果就出现了那头黑雾大妖 现在村子里都在传说 是那女子触怒了山里的鬼神 鬼神才降灾惩罚我们 一名女子 是啊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背上背了把黄金大剑 非常惹眼 也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 听说过鬼神祭坛吗 那儿是禁猎区 属于山中鬼神管辖 四周禁伐禁猎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 想采血给夏儿治病 采药的话倒是无妨 但最近山里不太平静 你们小心点 来 地图上标记启明虚的地方 就是了 启明虚 老一辈传下来的 听说里头别有洞天 但是谁知道呢 谁也不想冒着 触怒鬼神的风险 在禁猎区瞎晃 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入山之后 当心点 多谢王兄 在禁猎区瞎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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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